摄护腺肥大堪称年长男性都会遇到的困扰 许多人认为是老化现象 而消极面对,但泌尿科医师表示 摄护腺肥大应积极治疗 因为若造成尿路阻塞,不只是排尿不顺 长期会使膀胱纤维化,最后患者将尿失禁 或靠倒尿度日,甚至造成严重肾衰竭虚喜肾 男性的摄护腺会随着年纪增长 男性发炎等因素而增生肥大 50岁以上者约有5成由此困扰 80岁以上盛行率更达8成 常见症状有排尿断序 尿不前进,尿流缓慢,尿后滴滴答答 贫尿,尿脊感,硬尿等 林口长庚医院高龄密尿科主任侯正邦在其脸书表示 高龄男性若因此有排尿障碍,应该积极治疗 他表示若摄护腺肥大造成尿路阻塞 不是只有排尿不顺的问题 时间久了,膀胱平滑细胞将增生 低尿积肥后,然后纤维化 最后让膀胱变成硬邦邦的皮革 他表示当膀胱失去弹性 患者会终身尿失禁 或是终身靠倒尿度日 甚至严重肾衰竭,等依赖洗肾为生 因此,一旦摄护腺肥大造成的尿路阻塞 千万别慢慢习惯排尿不顺的不适感 因为此时膀胱正踏上纤维化 皮革化的不归路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打赞,订阅 打赞, hearings 电音 打赞, Face ID